現代人生活壓力大 很多人喜歡種一些火火燒燒來掃解壓力 山西鄉一位原家的治療師黃淑金 十年前吃很多肉植物一後 在家裡的人只是這樣 他決定失調一個新的工作 全新到日 搭造一個兵分有更紛亂的地步世界 現代人生活保養緊張壓力大 有很多人會選擇透過原家的活動 來療癒心心 希望活動中找回來的生活品質 山西鄉的藍色情 在以前開始接受多肉植物 隨著孩子年紀人中 生活負擔減輕後 在家裡的人會支持之下 決定失調高興高興的也沒有工作 全新到日在不照顧工作 搭著兵分的多肉植物世界 因為我本來就喜歡他們的盆兵分的色彩 像譬如說像這樣子 我把一盆花煮成這樣子 很噗嚨噗嚨的樣子 就會讓我的心情非常的好 其實你就是成績在這個多肉的世界裡面 真的你就會忘掉很多的煩惱 皮皮的金田科多肉植物 搭配真有色的感的本氣 做合適的多肉本質 療療的果水 很多人都很喜歡放在辦公桌上 隨時可以享受 如果你是想要種 把這些多肉植物種在室內的朋友 花形的植物 請你不要選 因為這些它的需要光線 比較強一點點 那你可以選擇這種 這種是屬於百合科的植物 它的陽光需求就會比較少一點點 你可以種在室內的窗邊 或者是你選仙人掌也可以 那它就是它就是可以維持比較久不變形 應該是說比較適合不喜歡常常澆水的人 比較沒有空澆水的人來種 那它還是會有一點 它還是有它的基本的概念在 其實多肉植物的生長期都不一樣 像是蝦仔筆一筆的金田科 就是很多人生長 很多人鄉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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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多肉植物有很多美感 我們多肉植物要換盆的時候 切記一件事情不要一次換太大的盆子 通常我們會等到它這個花 超過它本身的這個盆子的時候 我們才需要換盆子 那換盆子也不要一次換太大 這個是三吋盆 我頂多換四吋或者是四點五吋的 不要換到一次換六吋七吋八吋的 因為這個它在冬天是沒有問題 但是夏天的時候你的盆土越濕 它就越不容易越過夏天 孟修 wollten表示 正如这盆裹本草叢 hierarchy 真正讓它心形入別逐漸 它有時候也還去石匕丹戎江蘇 斷入中部的湯過關的外頭 找到自生與新溯的怒組 再珍可視新聞也有 刪斎彩虹不得